读得非常清楚 他们扶着的普通话我听得很清楚 我是香港的普通话 不过我香港的普通话的人 那北京他们都明白我 他们听得很清楚 我告诉他们是学校里面拼音出来的 OK 要看一看多多 享受这个戒期 我们有神保守我们 这个赤口平安 现在医院都满座 所以各位要小心 人多的地方都不要去 但是我这几天突然间发现 我们这里量温度 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来 我有一个很明显的经验 其实你要上班赚钱 他没有病 他倒下去 他会回去 但如果他受体有一点 有一点点不舒服 他就不来去 因为了 所以量温度是多余的 他有病了 一定不来了 OK 所以很安全 来基督教的经验 一定很安全 飞飞不要担心 有一点病的人 他都不来了 这是我过去四十几年 在这里的经验 为什么你不来 因为我不舒服 那里有去上班 有 上班的时候 多大不舒服也要去 但是来教会人 有一点不舒服 他就不来了 所以量温度 来的人一定非常健康 OK 信耶稣说同样的话 非常有兴趣 传天下 不管他怎么样 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宗派 都有他一套东西 而且只接受 他这一套东西的人 OK 只不过呢 我们有一点不相同 我们是只接受 圣经的东西 所以你不会圣经也可以 不会不失字也可以 OK 照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OK 所以你必须要说同样的话 因为我们只有一本圣经 我们只有一本圣经 一本圣经说一样的话 不能同样的话 不能两样的话 只有一本的话 如果两万呢 我们读哲学的人 一定知道 如果有不相同 好像我们数学很 小心啊 数学你不能说 一加一等于二 不能说 因为我有一个代数 会搞到一加一 还是等于一 有没有搞过 代数里面 一加一还是等于一 所以我们要讲 一加二等于三 就搞不定了 没有能够搞了 一加二等于三 只有一个答案 四五六都不对 一也不对 只有三才对 OK 因为只有一个答案才对 信耶稣说同样的话 我特别把它翻译成 same words 同样的话 他们说same thing 有时候还会搞一些 花样出来 是的 信耶稣人 在圣经真理 必须说同样的话 必须相同 如果你不相同 是谁错 一定有一个错 或者两个错 没有两个对 要记得 如果有不相同 两个都错 可能 一个错 一个对 可能 但是绝对 不可能 两个都对 要小心正秀 这个没有人变得 传天上 对这个理解 都是一样 正如一个人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说一样的话 里面是我们读得熟悉的吗 我要五个手指 一个人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一样的话 恰恰是五个 要记得 这是古灵都前书 他刚才读得很好 第一章第十节 腓立比书 一章二十七节 还有好多其他 但是没有直接这样说 没有直接这样的字 其他是有这个意思 好多地方都有这个意思 但是没有直接这几个字 这两节是直接这几个字 你必须一个人好像 理解圣经的真理 要好像一个人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讲一样的话 把他记得 这是奇妙 地上所有人 在经济界 理解相同 不管他信耶稣 不信耶稣 都相同 奇妙在这里 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奇妙 在中国信无神的人 他也是这样讲的 非常奇妙 哪一节你知道吗 甚至信无神的人 在以赋首书五章 二十五节 说同样的话 传天下 不管他信不信 他们都说同样的话 在这些圣经 这些圣经说什么 老公要爱老婆 传天下 他同意的 特别是女孩子 他嫁老公 他一定要嫁那个爱他的 而且爱到 会为他 使他的生命 好像我一样 任何人 敢欺负我老婆 要先把我砍掉 我能够讲这句 OK 稍等待我 传天下 都同意 没有第二想法 很清楚 没有种族 没有男人 或者女人 没有年轻年老 都说同样的话 大家同有一个思想 同有一个理解 同一张嘴巴 说同样的话 丈夫要爱你们的亲子 如同基督 爱教会 为他舍弃 牺牲他自己的生命 传天下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一样的话 OK 当然你可以 剪到一两个 在圣灵里面 还没有出生 出来的 OK 所有我知道的人类 所以我加上这一句 我知道的人类 对这些圣经 都是这样说话 来到圣经这里 人能够知道 不同一个人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说一样的话 我都写出一张 去实写了 基本上 弟兄 我决着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看着这里 我照英文的 I appeal to you brothers 我们中文是弟兄在前面 我在这里 英文是爱开始 我开始 我劝你们弟兄们 决着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你们每一个人 我在决着 他是拜的 他也拜 把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的名 抬出来 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听 你不能不听 你们都要说 一样的话 他讲 我是 拜 决着 主耶稣基督 劝你们都要说 同样的话 same words 你们中间 不可分担 只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 小心 他英文不是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no division among you may be perfectly united in mind and thought mind 是头脑 思想 他讲 你必须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头脑 同一个思想 完全一样 这是英文翻译 那英文呢 可以查得到 查得恩待我 接着我 接着主耶稣基督的名 by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他讲 这个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是爱 第一个字是在这里 在郭宁多前书 因为他在词写 第一个字是爱 这个爱是指使徒保罗 因为这本词使徒保罗写的 传天下都一样的理解 这个爱 这个我是使徒保罗 没有第二个意见 传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 同样的都说同样的话 感谢神 所有信耶稣人都说同样的话 all of you you 这个you all of you 这个you 是指信耶稣人 我劝你们弟兄们 你们弟兄们 都是信耶稣人 这个理解 同一个头脑 同一个思想 同一样的话 很简单 非常清楚 传天下 理解圣经 可以这样理解 明白吗 可以这样理解 那个爱是我 是指使徒保罗 没有第二个意见 你们弟兄们 是信耶稣人 没有第二个意见 也没有人辩 非常清楚 传天下 能够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想一样的话 不可分担呢 麻烦在这里了 麻烦在这里了 然后你要说 为什么 是不可分党 现在是不可分宗派 传天下 只有我们基督的教会 讲一样的话 其他所有宗派 都讲另外的话 那我问你了 谁对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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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问 你只需要 三年级的 头脑 就会 告诉 问他们 你们这个 教会名字 哪一章 哪一节 他们都 收 接触了 OK 他们不讲 同样的话 如果是所有 信耶稣的人 都说同样的话 不可分宗派 就完成了 这世界 没有宗派 因为耶稣说 主耶稣基督 叫我告诉你 主耶稣基督 叫我告诉你 你不可分宗派 OK 那你就不可分宗派 但是我们现实知道 有好多好多宗派 现在还在分 现在还在继续分 所以呢 谁错 所有信耶稣的人 有同一个头脑 同一个思想 说同样的话 现在是 那是 孤灵多前书 义章第十节 有好多地方 同一个头脑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嘴巴 说同样的话 但是来到 最重要的内容 他们不搞 他们自己把圣经干 维利品书一章二十七节 这个很精彩 我发现了都很高兴 只要你们行圣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来或来见你们 或顾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 同一个心智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我读了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看英文的 contending as one man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contending as one man 全世界 所有信仰所有人 同一个人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嘴巴 讲同样的话 在这里 好像一个人 as one man 一个人 一个头脑 一个思想 一张嘴巴 想一样的话 我们中国人 没有事 很难搞出这个意思 他英文就很清楚 所以前几天 就是礼拜三 现在我礼拜三 有Bible study 礼拜四也有Bible study 来了两个非常厉害的 这些几十年的 一个是几十年的老牧师 他戴着帽子 上来恩戴我 好不需要戴着帽子 遮盖我这里的光头 刚果然是这里中间光头 但是好厉害 现在我开始用细的一节 其实刚才我用的 国灵多前书 一章第十节 他们要借这个地方 这是非常好的地方 常常有人要来借这个地方 我说那我们先要看 对圣经的理解 你跟我同一条线 当然不同一条线 怎么不同一条线法呢 我提出这一节圣经 他立刻就生气了 你知道哪一节圣经吗 各位听清楚吗 那个老牧师非常有粉丝 圣经也非常熟 他请了一个年轻牧师 他有钱 雇用一个年轻的牧师 我就没有这样的努力 他要帮我 可怜我了 我问他 好 试试看 你跟我是不是同一样的话 同一样的理解 他提出来 我说好 约翰三到十六节 谁不会啊 约翰三到十六节 我说OK 你怎么会 神爱世人 甚至在对生者圣语 都会教一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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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你会英文吗 当然会 我说那你会英文呢 forgot so love the world 我说 你再读一下中文 神爱世人 再读一下英文 forgot so love the world 你有没有发现有不同的地方 他说 哪有不同啊 他读了几十年 没有发现中文英文不同 所以我又告诉他一个最近我的经验 有个牧师 我考他这一届 他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会英文吗 他说我不会 不要紧 请你打开英文圣经 指那一届 点是哪一届 他手机厉害了 手机一炸 哪里都上了 这个厉害了 你不要用英文来笑我啊 我不会英文 英文是哪一届 打开打开 点就那一届 这一届 OK 上网一查 然后他给我看 哪开叫 因为神爱世人 他上网查出来 因为神爱世人 我说你看 你传道牧师 不知道 又按三十一节 应该发现 因为神爱世人 不信耶稣 不苟上位 不信耶稣 反而比你更认识圣经 不耻 这个世界 他没有办法的 这是非常简单 非常出戏的 但是他立刻生气了 因为在旁边 那年轻牧师 眼光会在你看着 他的老师 他的业主 对圣经这么无知 OK 怎么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人 同一个思想 同一张嘴巴 说同样的话 这是奇妙 当古灵托前书 一章的十节 实行了 然后你照着古灵托前书 一章的十节 造型 或者清洁 就是结果 圣经就这么奇妙的 你读得通 读得准 就很奇妙 你越读 就越通 越读越理解 好像我一样 你看看 你古灵托前书 一章的十节 理解清楚 照着去做 你读到 腓立比书 一章二十节 的发现 如果我原来 这里是他的结论 的结果 如果我们遵循 古灵托前书 一章的十节 腓立比书 一章二十七节 就自自然然 我们所有的人 同一个人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嘴巴 说同样的话 这样传递 所有信业书的人 没有不同意见 天下就派出 世上再没有中派的教会 只有一个基督的教会 现在传中国 都是基督的教会 传欧洲 都是基督的教会 传美国 都是基督的教会 我们美国 就没有今天的情况 世界上没有中派 我们就得到什么 Peace on earth 基督的教会 传遍传天下 Peace on earth 加派出一章第九节 正如我曾经对人受过 现在义务在说 若有人传福音 给你们 以那位所传的 已经接受的 不相同 他要永远受诅咒 小心这里看英文 他NIV Eternally Condemned AH没有Eternally Condemned NIV加上去的 我特别查原文圣经 他KJV也没有 再看 NIV Eternal在这里 后面两个都没有 所以世界上 就没有中派的教会才对 这是新国际版 这是ASV 这是KJV 各位 自己判定了 那么翻译不相同 哪一个才对 当然是永文的对 这里KJV也准 AHV也准 只是NIV可能改的 OK 原文竹字 最后这个字 意思是 一个被诅咒的人 我把字典也查出来了 字典的号码是332 Original Text 是说 如果你讲不同的话 你就好像一个人 被诅咒了一个人 还有 已经特定出来 要受到最坏的灾祸 Diast Wows Devoted to the Diast Wows 就是你已经判定了 要接受最不好的灾祸 我们来讲不同的话 如果你讲跟圣经原文的意思不相同 你就成为一个要受最坏的灾祸 这个意思 所以NIV也把他定 永远受诅咒有理由 就这里 最坏的灾祸 就是下地祸 OK 明白 但是 Presumptious 你自己办 OK 我们照圣经 所以传天下 传到新耶稣 要小心啊 就是你必须传圣经一个意思 那你就不同 你不同 就等着受死受 理解经文 必须跟保罗的头脑 跟保罗的头脑一样 思想一样 嘴巴一样 说一样的话 OK 这里非常简单 第四啊 信耶稣人必须 这世界圣经也说同样的话 我特别故意搞出一些 这世界圣经 第一 以福首书五章二十四 过西书三章十八节 彼得前书三章第二节 还有其他地方 我只是用这四节就够了 还有 你们做七十的 当顺服七十十的丈夫 记得信耶稣的丈夫 记得信耶稣的丈夫 因为有人说 那我丈夫不信耶稣 不给我信耶稣怎么办呢 那你等着死了 死了 你再信我 给他打死也要信我 所以你最好不用问我 等一下我说 你给他打死也要信 那就麻烦了 我看 昨天是圣经是这样受 传天下都要受同样的话 你不能受第二个话 我们刚才说的 你不受第二个话 你又成为一个 要受到最坏灾祸的人 已经定了 第二 教会怎么样胜负基督 其实也要怎么样胜负丈夫 非常清楚 你们可能有人知道 我最近受到最坏灾祸的人 他从来没有信耶稣 后来我才发现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所指使的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她丈夫叫她不做 她还是要做 这件事情 我从我本来不知道 现在反而知道 有这种的侵蚀 所以这个就证明 我这个成为人 判断非常非常准确 这种的人 从来没有信过耶稣 这是最好的判断 最人实的判断 从来没有信耶稣 信耶稣的老公 叫她不要这样做 她还是坚持要这样做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不需要解释 这你不能解释 解释却有麻烦 这不能解释 你只能照读 你们做妻子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试词 传天下记得 要说同样的话 这里有四个地方 说同样的话 有些是保罗说的 有些是彼得说的 不同的传道人 说同样的话 我今天传道也 必须受同样的话 传天下信耶稣人 都必须受同样的话 如果他受不同的话 就等着下跌 或者是 有一句话非常不好 有一个字 他来问我很奇怪 怎么你知道这个字呢 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字 都背在这里面 现在还在念 D-E-F-I-A-N-C-E D-F-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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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长大了 非常理解这个字 你说我不可以这样做吗 我就做给你看 看你哪我如何 这个意思 D-F-I-A-N-C-E 你说我不可以做吗 我就做给你看 看你能奈我活 这个意思 各位听起来 大家小心 这些人不是对我这样说 他是对神这样说 这是神的话 不是我 他是对神这样说 你记得 王弟兄听清楚 这不是我说的 我都没有解释 神说我要听老公的话吗 我就不听给你看 你奈我活 他就挑战上 如果你上Google搜寻 他解释 不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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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在街边长大 如果有那个老大哥这样讲 我不敢这样做 因为我铃铭就没命了 他一定会把我宰掉 我们街边长大 不敢这样做的 明白吗 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有这样信耶稣的人 你要小心 太多了 你要小心 所以我说这种人 从来没有信任人 是最忍识的 不过我很感谢神的恩典 我胆敢传这个道 OK 传世间人应当知道 神的话 妻子 顺父自己的丈夫 我不再解释 因为你解释没有多好 因为非常不好听 我不要说那些话 所谓传世界的人 都要说同样的话 二十四节 传天下不是说同样的话吗 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爱教会 为他舍己 传天下不是说同样的话 而这一节呢 你要受同样的话 如果你不受同样的话 犯多一个罪了 不正义 如义 也是罪 又按一书四章十七节 五章十七 又按一书五章十七节 应该是五章十七节 哎呀我错了很好了 给人家有把病来搞我 又按一书五章十七节 是吧 又按一书五章十七节 所有不义都是罪 所有不义都是罪 你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丈夫要爱妻子 传天下 所有人想念的话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不讲同样的话 这是什么 I mean defiance to God 对着神 bold resistant refuse to obey bold disobedience 相对恩戴我 这边讲讲也是非常好的 信耶稣的妻子 顺服自己的丈夫 信耶稣的人 同一个人 同一个头脑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嘴巴 说同意的话 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不顺服自己的丈夫 她直接宣布 我从来不信耶稣 这是最好的承认 到了今天 我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从来没有信过耶稣 这是最好的结束 不要坚持 我是信耶稣 我信耶稣 我一定要怎么样信 你要怎么信没有路 先把这个搞清楚 终于知道两千年过去了 为什么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没有完成 两千年过去 路加二章十四节 终于我找一点时间 跟我太太去散步 好多人圣诞写的灯彩出来 荣耀归天赋 平安归世的人 大支标题 我说 大支标题 我说你知道写的圣经是哪里吗 他说 路加福音特赞 我说 哪一节 他讲得出来 我说 十四节 然后我告诉他 不是我跟你们 所以我刚刚这个女朋友讲这一节 我一切好 看下来 朱迪秋 我今天要讲这一节 所以我记得 三人恩待我 耶稣出生的时候 教教我们社会上的人 都有平安 然后荣耀归天赋 然后荣耀归天赋 现在我们要平安 出门今天 带领带口罩 平什么安 明白 我说 特别是 八宝我还记得 你住在这边 我才能说 晚上不要出来 要小心 明白 我才能搞这个 都没有平安 两千里过去还没有 为什么 只有这个理由 OK 也不单身这个 我跟他有很多其他 总而言之 这个理由什么也 上帝的话 我就是不要听 我不听就不听 谁能赖我 对吧 所以说很多这样 不单身女人这样这样 男人也有 你说上帝要承放吗 等他来 啊 我不敢讲这个 我反而感觉很猛鬼 撒旦来倒我 可是我 我讲了一辈子 现在八十三 千万不要搞上帝那边 有麻烦 愿主耶稣基督人 为与众生生存同在 谢谢各位 感谢主人 也记得 神的话 我们一样的理解 一样的捐血 抵着我们的答案 今天我们感谢咱们 吃给我们圣经的智慧 也吃个没有机会 力量照着捐血 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 你叫那些违背的人 有一天能够回答 下帝是这样可怜的事 他不单只要下帝 而且在现在 就要受很多的苦 求天父灵敏 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 是否我们健康的身体 要好而行为 荣耀能治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人 起来 祝你来自下车的